你看學姊美麗的臉龐在蒸汽裡面變成飄舞 好像仙女一樣 朦朧美 朦朧美 不曉得 茶葉是 就像是一樣住8公斤 然後只配174克左右 來開始 我覺得這個學弟很認真在學這個跟我一樣 我們來開點手電 叫老陳不要叫老江好了 當然是我設保湊資金他來開啦 這個一百四十 一百七十四 這怎麼沒有開 好OK 歸零 歸零了歸零了 到吧 因為他太輕了 真的我一直以為我很聰明用那個網子 結果那個籠子會露出來 或許有做的很細了吧 嗯 有像篩子 SEIB S-E-I-B-E 那個麵粉篩 一百目的那一種 我差不多了 好我來量一下 對不起 好,OK,好,繼續,那準備倒進來,對不對? 這個略趟喔,這個略趟 要你開一個模布好了 蓋子拿起來,先關火 先關火,好了,好 好,OK 好,你拿著,這不動,就自己手倒進去 這個不用攪動了 這個應該不會噴濺 那個,院長大,我價值上有第二支全新,還沒拆封的 對,應該在,應該有黃色籃子 對對對,好 就沖一下就好了 不好意思講齁,你知道我出國前啊 我有兩個指導老師啊 一個是劉旭忠老師,一個是蔡宇明老師 那這兩個老師,我學長講的都是台大化學系很嚴謹的老師 好,還沒講完喔 然後呢,那個蔡宇明老師就跟我講一句話 其實你蠻適合當老師的 回國,來當老師吧 好,那這就要反映來 這幾次看院老大教學弟的樣子 嗯,你當助教一定沒問題 我當過助教,我知道助教在幹嘛喔 所以,她有她的用途在 好,來,我來拍一下 要攪多久,然後火要不要打開 攪到茶葉都死,就是有進到水 然後火不用開,然後計時15分鐘 好,火不用開15分鐘 好,那其實,要量溫度嗎 其實烘茶不用,她應該過了那個 72度,75秒的那種殺菌點 可是你要量嗎? 你可以量,就是現在剛煮完,然後要起來 好啊,好啊,那還是你慢慢後退 你幫我拿溫度器好了 不好意思,這才是我們HACCP的重點 那如果這個,你那種時候怕燙到,你跟我講 我再來想辦法 欸,這個打開之後就直接 對,直接穿進去 酒精拆它嗎? 欸,可以 酒精在那邊 OK,噴完了就過來吧 欸 我桌上有,我桌上有 1號桌 啊,對對對 那時候,這時候你們上洩漏根我都忘記了 你看,阿遠都會猴肌摸狗,趁機 幹,你這麼擦到 剛才是剃血的確是沸騰 然後把它弄下去 那這邊我們設定安全的溫度 是72度即15秒 OK,那我們的現在已經到87度 89度 你有沒有發現,我拿我都覺得會掉下去 93,94.5 要是掉下去怎麼辦? 這鍋毀了嗎? 不能讓它掉 我在寫這段的時候 我在寫書之後,我寫得很驚醒 這個不能用紅外線槍嗎? 可以耶 好啊,我們下次用紅外線槍好了 976,977 你再攪動一下 978 好,停 978 好,我拍個照 OK,好,先這樣子 蓋多,蓋 我已經計時了 好,計時